- 地產大亨 瘋樂 哈囉大家好我是洛卡 今天要來分享的遊戲是Switch的地產大亨瘋樂 不過這款遊戲在實際開玩之前一直都是被我誤會成大瘋的類型 實際玩了之後我覺得它應該被歸類在派對遊戲裡面 而且還一口氣有支援到六個人一起同遊 還支援到分隊一起玩 比較不會玩的朋友還可以開輔助 讓大家都有機會可以取得勝利的樂趣 但這樣講還是對一半而已 因為這款遊戲的實體版是地產大亨1加瘋樂的合集 所以把卡架放進主機裡面就會跳出兩款遊戲可以選 地產大亨1的話就是比較正宗的大富翁類型遊戲 玩法上來說大致上應該沒有玩家不會玩吧 畫面一樣有把大富翁的桌遊式圖面擺了上來 一看就非常大富翁非常地產大亨 完全就是買紙製品在玩地產大亨的玩法 只是畫面變得比較精細一點 有很多地形也有做出相關的建築外觀跟動畫 還有多了音樂跟語音等等 但玩起來會有一種更豐富的體驗 可是這款是支援到多國的語言但沒有中文化 體驗上來說關鍵字大多都還看得懂 但是要像中文一樣直觀的閱讀所有卡片的文字說明的文字 就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這款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自己上eShop單獨去購買 或者是購買這個合集的時候也可以玩玩看 今天主要還是會把分享的主力放在風樂身上 所以篇幅差不多就給它到這邊了 另外也要先提醒大家 12月有辦一個小小的活動 影片說明在右上角可以點進來看一下 目前有準備了一些switch的遊戲 來給一些小贈品要回饋給頻道的朋友 要參加的朋友就要加緊腳步囉 那地產大汗風樂是有別於一般地產大汗的玩法 把遊戲的方式提升成多人的派對遊戲 遊戲有支援到最多6位玩家一起進行 支援到本機多人遊玩 線上遊玩 本機遊玩的部分還分成了故事模式 大混戰模式跟團隊模式 合計又分成4大類的地圖 每種地圖所呈現的風貌跟主外玩家的方式也不盡相投 在故事模式支援1到6位玩家一起進行 每關會有特定的任務必須達成 任務的差別其實還蠻大的 基礎的玩法就是擁有最多的房地產獎牌玩家可以獲勝 但關卡可能會必須擁有指定的建築物 或者成為最多錢的玩家才會獲勝 只要碰到這種的玩起來就會不太一樣 它並不是單純的去標土地升級房子就會贏 而是要變成最後去搶到指定的那個目標建築 並且完成指定的升級項目呢 才會得勝 所以像是取得最多人才會勝利的那種關卡 就算都不買土地一直收集金錢 也會有機會得勝 特定的關卡可能會有不同的指定狀態 例如有的關卡是會獲得土地一開始就直接升級全滿 然後會變成鬧鬼的狀態 我們就必須要用資源去解決這些鬧鬼的問題 才會取得該土地的房地產獎牌 這個在進行任務之前一定得要看看這關的目標是什麼 才不會傻傻的搶房地產 最後時間結束依然沒有贏得該關的比賽 每一關在選關的時候還會標出關卡的難度跟所需的時間 要控制遊戲時間也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第二種單混戰模式比較適合每一個玩家的實力 像差不大的時候挑來玩的 裡面有經典的模式 目標就是搶最多的房地產獎牌 遊戲時間是10分鐘 自訂的話則是可以調時間 其實金錢 獎勵獎牌 事件頻率 社區寶箱 這些調整是對全體玩家都會進行改變 調完之後不會影響公平性 就是單純以不同的出發點開始 這個模式也是支援1到6個玩家一起挑戰 玩家如果沒有超過6個人 也可以看看要不要加一些電腦人來增加遊戲的刺激程度 萬一玩家有一點點實力上的差距 還可以在選人之後 討論看看要不要開一個輔助模式 他會加金錢加速度加物品來的空間 玩起來會變得比較簡單一點 算是幫遊戲的平衡性做一點小小的微調 第三種是團隊模式 這種很適合像我這種三人小家庭有沒有 會有一種勞鷹抓小雞的感覺 那他一樣也會有經典模式跟自訂模式 像我的話就是安排勞勞大人跟女兒一對 我自己一個人一對 女兒還可以幫他開啟輔助模式 玩起來更簡單上手一點 在支援取得的速度也會加快不少 這個模式跟上個模式最大差別就是隊伍的安排 大分戰每個人都是自己一對 這個模式就可以自由安排多個隊伍來互鬥 而且他也支援到不公平的奔隊方式 不會強制玩家一定要2打2、3打3之類的 也因為這樣所以這個模式支援的玩家數量就至少要2個人 最多一樣可以到6個 以這個團隊戰來看可以分工的方式有非常多種 可以自己去調整一下 看是要各自努力自己的目標 一起幫團隊貢獻更多的房地產分數 還是要專業分工 一個人專門吸寶箱去阻礙對手 一個人就是專門搶地盤集資源 還是要以地區的上下左右來劃分分工合作的領地 以不同的帳位去搶距離比較近的土地 或者是要干擾進入這個領域的對手 這樣子的玩法其實可以蠻多變的 倒是在玩之前要記得這只是玩玩遊戲 不要玩到太動趕火就好 那遊戲的玩法很簡單 玩家一開始會選出一個人物跟代表的顏色 遊戲中總共有4個資源可以收集 金錢、電力、水源、寶箱 每個地圖中都會有不同的房地產可以購買更升級 它會依照土地的大小會有不同的升級限制 只要升到該等級之後就可以取得更多的房地產分數 那購得土地的方式有兩種 一個是競標 一個是直購 兩種方式都要付出相對應的金錢 競標的話會有時間倒數 只要在10限內出到價 價高則得 它可以透過干擾的方式去阻礙對手搶標 或者以超高價一口氣直接把它買下 擁有土地之後它會有一個基礎的一格房地產分數 其餘的要升上去就要使用到電力跟水源的部分 房地產有一些要升到最高等級 可能要花到一點錢 所以看到資源基本上就是不斷搶就對了 寶箱的話則是可以拿到不同的道具 有幫助自己的 有陷害別人的 有針對人使用 也有針對土地使用 也有雙管旗下都可以用的道具 像是拿到超標的道具就可以直接使用 它就會拿到金錢 拿到牢籠會隨機對其他玩家關到警察局 除了被減少資源還會被暫停一小小段的活動時間 像開到殘土機的時候還可以快速吸收資源 或者是撞擊玩家破壞地上建築等等 拿到專地機的時候 則是可以直接拆掉一小區的土地建築 或者是讓附近的玩家順便暈眩一小段的時間 箱子會出現的道具是還蠻多樣化的 每個都有不同的妙用 基本上看圖形都可以知道 以搶地盤來講 其實搶錢或者是拍賣別人的土地 拆掉別人的建築 我覺得都還蠻好用的 4個資源的收集金錢是可以不斷地往上累積 只是不用的話可能會出現隨機的事件 他也可能會被減半 而且大多目標都是要以搶購土地為主 所以一般金錢吸越多就是拿來搶土地使用 電力跟水源的話有攜帶的最高限制 每次吸收這兩個資源的時候 如果一直沒有去升級自己的土地 他們可能就會爆滿無法再繼續攜帶 有時候會缺乏單一的資源狀況 所以在吸資源的同時也要隨時觀察自己所擁有的數量 寶箱的道具最多只能帶一個 這個如果沒用到再去撿一個的話就會被堆疊掉 有一些可以加速有一些可以加錢 撿到之後就馬上用 如果用不太習慣那些百路障之類的東西 也可以直接去撿下一個來堆疊掉它 就不會有不知道該怎麼用的這種囧境了 地圖一般都會有銀行穩定會產錢 電力公司跟水利公司會有穩定的產水電 也會隨機地在地圖的各個地方掉落這些資源 一般就是先搶先贏 隨時也會有一些隨機的事件 可能是防地產的市值下跌 大家的金錢變少 出現飛機出現殺城暴來干擾還價的畫面 這些都可能會隨時出現 那有些地方也會有砸到風起來 或者是路面突然斷掉過不去 類似胡鬧廚房的地形干擾 在這裡也都有把它做出來 以這樣玩起來的感覺 我自己是會真心推給喜歡玩派對遊戲的朋友 因為它的趣味性夠又是即時同樂 不會有部分玩家冷掉的感覺 那個團隊合作的方式又很特別 可以讓玩家大風吹的分配 分數如果很接近的結束 也可能因為最後的Bonus 會影響到勝利的排名 種種的競技跟強資源的挑戰之下 相信應該可以玩出不錯的歡樂火花 那如果是覺得平衡性還不太夠的 看是要搭配個電腦人或者是開啟輔助 分配不同的隊伍組合都會非常合適 好那這款遊戲其實大家如果到電玩店去挑 千萬不要被它的封面給騙 因為它封面看起來是像英文版的感覺 那這款遊戲其實在單機上面最一到六個人一起玩 不管是電視模式還是平板模式都有支援到 不過我是覺得平板模式如果六個人一起玩 應該是會有一點點擠而且有一點點小 那掌機模式都只能夠支援自己玩 另外它就是半邊的Jerrycon 就可以支援到一個人來操作 基本上拿手把的分配應該是還蠻簡單的才對 基本上以這樣子的玩法來看 我覺得在過年或者在連續假期 想要跟家人想要跟小朋友想要跟同學一起玩 都還蠻適合來入手玩玩看 而且如果是那種跟有一點點曖昧的同學 或者是同事等等的要一起玩這樣的遊戲 分配在同一個隊伍裡面也許也可以插出不一樣的火花 那喜歡這樣子的遊戲就不妨自己買來試試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差不多到這邊結束了 喜歡我的影片也記得在下面點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